收到酒吧和張情名嗎? 我收到, 謝謝你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去馬爾代夫? 我公司最近的行程比較緊張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請假 還有聖誕旺季, 未必有機位 機票你不用擔心 我可以問爸爸借私人飛機 私人飛機? 我很久沒放假了 如果你可以陪我一起去 這個假期應該會很開心 我再嘗試請不請假 對, 我們今晚再說, 再見 他出私人飛機? 我不放你假也不行, 你去吧… 我叫他記住心盤大大的蘭花 但現在真的有點誇張, 像演戲一樣 不知道該該該去 去… 很開胃 是不是有什麼開心事? 我阿蕃, 拍拖了 她的年紀真的不小了 不好聽說一句就飆到尾會 我的媽媽當然開心了 現在看到她們拍拖…都還這麼好 這杯茶我真的喝得下了 那你們阿蕃最近有沒有買衣服、買化妝品 好像賞倉一樣 那又沒有 拍拖的女生最捨得花錢扮靚 女為月記者容 會不會阿蕃不太喜歡這個男生呢? 怎麼會呢?那男生這麼好的條件 她沒理由不喜歡她的 比著我選女婿, 有沒有錢就其次 最重要是人品好, 夠老實 對老人家要懂得尊重 對小朋友要風取幽默 我剛介紹了一個這樣的給我的女兒 是呀?甜姐你的女兒也拍拖了嗎? 真的很好, 甜姐? 阿拳, 她不叫那個男生嗎? 你好 你跟家人喝茶吧? 是呀, 我先來拿位子而已 真乖 我還打算約你出來給你手信 想不到在這裡碰到你 你什麼時候有空, 我拿給你 不急, 對了, 你去澳洲那邊玩幾天 晴晴有沒有帶你到處去看看 我想她很忙, 我也沒有在她那裡住 我只是臨走那天 在機場才見到一面 不過她很好, 是她幫我預約酒店的 姑媽, 姑媽, 再見 兒子, 幫我接個視障電話給晴晴 現在?那邊很晚了 我有事要問她, 快點 怎麼了?兒子, 找我什麼事? 幹嘛你不招呼阿拳, 又不說話? 你答應了我, 讓我對著別人的面子 我也很忙, 我哪有這麼多時間招呼她 我打算介紹一個好男生給你 你又浪費我一口心思 你介紹男生給我認識?你不是這麼老套吧 你玩撤俠嗎?我沒說要認識男生 而且要認識的話, 我自己會去 不用管你, 是不是嗎? 阿拳是好好的, 很難得的 我只是為你好而已 你別以為每次為我好就可以做什麼都行 幸好我沒時間去理她, 要不然我就懶惰 你不認識, 隨便把男生過來 多好都沒用, 不適合我 你是不是嫌她穿衣服老套? 你找老公是要找一個老老實實的 花費是不好的 你到底有沒有聽我說話? 我有時發覺我真的跟你溝通不了 不過你就是這樣 不得有你說, 沒人說 你真霸道, 從小到大 你什麼都管著 十六歲就怕我去認識男生 二十六歲你怕我認識不到男生 我長大了, 你別管我這麼多事 你別再管我, 好不好? 我不是管你, 我是關心你 好了…晴晴, 晚了, 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 姐姐 還有…我最近很忙 你不要經常都要我限定 那一天我打給你, 好不好? 其實我星期天有很多事要做 總之我有時就打給你, 這樣吧 什麼態度?這樣跟媽媽說話? 姐姐, 你別生氣了 可能晴晴一會兒接受不了 好, 你介紹男生給他認識 所以發瘋狀了 對…別生氣了… 甜姐, 你在這裡正好 剛經過你買香店, 鹽焗合堂 快點回來試試 試你的頭是給甜姐的皇帝女兒的 我不會記的 知道了, 大家喜歡吃的 就把你炒開, 大家吃掉吧 幹什麼?阿晴晴打傷你嗎? 不知道我是打傷她還是她打傷我 你好, 兩位, 怎麼幫你們? 我想找…甜姐 阿拳 我過去這裡順便拿些手信給你 你怎麼這麼客氣呢? 對了, 我的女兒已經怠慢你了 真不好意思 我請你喝茶, 補回數吧 很閒事而已 其實我之前也去過一次 環境我都認得了 不過接下來我會再跟女朋友再去一次 女朋友? 你爸爸沒說過你有女朋友嗎? 他不知道嗎? 他還不知道 不過接下來也要跟他說了 因為我們打算要明年結婚 恭喜 謝謝 真是恭喜 有什麼要我幫忙的, 出聲 好, 甜姐, 我們也不妨礙你了 我們買票看電影 下次約出來喝茶 等我請你吃飯 謝謝你的禮物 不用客氣, 好, 再見 再見 幸好, 大姑娘 原來人家是女朋友的 還快要結婚了 媽媽, 買了烏龍 差點做了壞人, 拆散鴛鴦 幸好晴晴對她沒什麼興趣 我想我猜到發生什麼事 也不是, 我要立刻打電話給晴晴 那這個烏龍, 你又擺得很大 是, 所以我也打算打電話給她 向她道歉 但她的電話打了極無人聽 或許她是走開走過, 聽不到 兩母女哪有隔夜仇 那女兒我生的 她是怎樣的皮性, 難道我不知道嗎 她的頸部比鐵硬 最糟糕她從澳洲那麼遠 想哄她, 又不知道怎麼哄 小姐, 請問你們有沒有蘿蔔妹 蘿蔔妹? 請問你這裡有沒有蘿蔔妹賣? 蘿蔔妹呢… 蘿蔔… 這個已經沒有賣了 老闆, 有沒有蘿蔔妹賣? 這麼久的玩具, 現在沒得賣了 謝謝, 現在也沒有 走了這麼久, 每間都說沒有 我想也找不到 不要緊, 要是這樣, 我戴上個假髮 拿著大蘿蔔, 也有幾分次 放心吧, 這裡找不到就上網找 就算上網也找不到 最多就打去做蘿蔔妹的廠裡不問 求求她們特別多做一隻 多少錢不要緊 最重要是跟程正開心 真是假的 楊兒一百歲, 長憂九十九 做人媽媽真是艱難 她小時候, 你養她、教她 又怕她有病, 到她長大了 你又怕她找不到一株好人家 她又說我霸道, 很管理她 你說我是不是應該管理她的呢? 我沒有媽媽 我又不知多恨人管我 是不是真的? 說得這麼說, 但你真的管理我 我未必會踢你一隻 你不行, 做長頭草 我小時候在孤兒園 經常偷偷爬出去賣雪糕 但從來沒有被園長捉過 不是因為我們擅長, 其實他一直都知道 只不過他每眼開, 每眼閉 不知是因為這樣 從來沒有人爬出去, 走就走了 反而我每次買完雪糕 我都第一個爬進去 不知是否當父母也差不多呢? 只有子女要有時鬆一下 有時緊一下 我女兒不跟你一樣 緊她不喜歡, 鬆她不舒服 有彈性的胖婆夫 一百元三條, 很划算 麻煩你拿來看看 甜姐, 適合你 哪有這麼胖 我不是說你胖 只不過你一吐氣的時候 就會胖兩吋 過了一口氣又瘦兩吋 時鬆又時緊 舒服的嘛 Hello, 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 隨時隨地 追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 謝謝